有这么几个国产品牌很火 你想买都不一定能买得到 第一个就是坦克300 买车要排到国庆后 最低配已经不接受订单了 其次就是BRD晴Plus DMI 现在至少要等三个月 不过BRD因为DMI车型 传能不足而到幸福 然后是极客001 最近比较火 一方面是因为订单太多 看车都要排队更别受买车了 半年起步了 另一方面是被爆出加价减配的事 这个是我周末吃了个全瓜 大致是啥意思呢 就是极客有意无意的透露了一些信息 比如说800伏 梁木档变速箱等等 最后都没有实现 关于厂家 魏巴从原来的26.6万变成了28.4万 其实是没有确定2020年的补贴 如果真的下来了还是会补回来的 这一点问题不大 重点是减配 比如说800伏变成400伏 后排隐私玻璃要选配 可变的全景天窗要选择 座椅通通只有主驾驶才有之类的等等 其实就是忘了一个概念 让人觉得我全都有 但其实就没有 极客001的产品力很强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即便是一开始价格就定为28万 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买的 当时一碗粉就是一碗粉 粉丝要的是公主 要的是信息错误 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七哥也强烈呼吁官方出来解释一下 毕竟极客真的是 七哥为数不多看好的新能源品牌之一 犯错误不要紧 重点是一定要给消费者一个解释